先把这手柄拔下来 然后拆螺丝 后面有几个螺丝 把这护盖板可以拆下来 然后机器的底部 底部 这 这 这 然后还有机器不要翻软 一定要得搜到上边缘 这 这 这 还有这边 各有几个钉子 这 这 这 只有周边这有几个钉子 就可以把这盒取下来 这样就能取下来 其他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盒是往外拉 这盒是往外拉 然后不要撑得太长 平着有固定线可以拔下来 这样一把拔下来 那一块就可以这样放置 这个也可以拔下来 首先 平要换掉 平 再有几个固定的螺母 可以拆下来 一共有四个 一共有四个 平在拆的时候和安装的时候 注意的就是 这 字母是朝上的 是朝这个位置 然后这样平就可以取下来了 平就可以取下来了 然后这几个楼柱一定要给它在上面 然后再安装新瓶 安装的时候一定注意 空柱一定要卡好 均匀用力 然后把螺母 给它固定住 不要上得太紧 不要压得太紧 不要压得太紧 好 好 现在平固定完整 然后拆控制板 控制板 一定要注意这几根线 因为这个红线和黑线 差 差不了多少 然后可以做一下记号 就是说这个顺序 或者说还有一张照片 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然后这个黑的就不用说 这是三 然后这边还有一根黑线 这边这根黑线 一定要记得这是四 是吧 千万不要接错这个主线 然后现在就可以拆了 这个可以随便拆的 因为这个插错了 是插不进去的 这个端子 把它拔掉 然后在四周各有几颗固定的螺丝 可以拆下来的 然后这都有 一共有四个螺丝拆下来 下来之后 再可以把这个主线取下来 这个没有这个的话 可以用小扳手就可以 这螺丝挺大的 小套筒 一般都能买得到 好 现在这个水流开关的 你要拔下它来 这个 然后这取下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这一个 正负 一定要记住 哪个是正哪个是负 拍张照片 最好是 然后把它记住 然后把它拿下来 这是供电的 然后现在这个控制板就快拿下来了 然后换新控制板 把新的这个 装到这个位置 然后 先固定这 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电片拿下来 最后一固定到这个位置 现在控制板上都有这个电片的 电片拿出一个平调 一个弹调 像这样 压着 这个也是 好 对面 然后把这个水流开关的线一定要插上 然后这个端子这个线插到这 这个端子插到这个地方 插出来也插不进去的 这三个这个插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是平的供电线 当时就得插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控制板的供电线 这样的一定要看到 这个是正 这个是负 因为要把它压紧 压紧 然后现在把这个四个罗姆再给它固定上就可以了 后来接着时间就先固定一个 然后现在把盒子即刻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 首先先插的是把这个地方可以给它插入 这个是那个钥匙开关的供电的 然后这个是平的 现在插的时候一定要抬起来 之后挨进了之后 这个位置这样插什么 一定要插紧听见响声 现在就可以把壳子给扣住了 扣壳的时候可以先从前面往后推 然后这样推进去 好 现在就可以固定螺丝了 现在就可以固定螺丝了